在有着三千多年建成时的北京 一条延伸了七百余年的轴线 在城市的建设规划中 窜起古渡的文脉芳华 梁思成先生曾赞美北京中轴线 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前门大街 历经一年修缮的正阳门建楼 幻颜亮相 重沿歇山顶 灰铜瓦绿流理简编的中式建筑美学 吸引众多游人前来打卡 而距正阳门不到三公里 与天坛相望而立的仙荣坛 历经一系列腾腿拆除 恢复一亩三分地耕种后 成为参观者便是五谷的第二颗塘 近年来 北京以中轴线保护工作为抓手 在功能疏解 古剑修缮 街巷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 老城保护 替代旧城改造 胡同还在 石墩还在 留住了古都芳华 圣王玉民 驻成锅以居之 汉书《石货志》记载的 以人为核心的人居建设思想 在新时代北京中轴线建设中 得到传承 站在永定门公园最北端南望 一条新的玉岛笔直向南延伸 经过近一年的改造提升 北京中轴线绿色空间景观提升 东城段工程完工 全面向市民开放 在中轴线沿县 大石烂里的老字号美食 称为新网红 正以此戏楼里的青年演员 唱出戏剧魅力 七七文创园里的展览 带来美学体验 在有序的空间里 北京中轴线 以百姓生活为中心 打造移居环境 至中和 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时至今日 这张三千年前的图纸仍在施工 传统中轴线向北延伸 串起奥运新地标 直至烟山山脉 向南延伸 途经大新国际机场 直至永定河水系 北京中轴线延长线 丰富了文化功能以外的国际交往 生态保护等功能 将古代文明与现代智慧有机融合 北京中轴线保护步履不停 期望将七百多年的中轴线 完整交给下一个七百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